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的vlog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一天的日常 因為大家其實之前就很好奇 我們平常在上海的日常都在做什麼 然後我現在又要非常迅速地畫一個妝 因為過十分鐘之後要馬上輸嗎 怎麼會這麼趕 其實我昨天原本想要早點睡了 可是我昨天已經基本上快要睡著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的房間外面一直有稀稀酥酥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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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的聲音 就發現我姊還在偷吃宵夜 然後我又忍不住了 所以我也出去吃了 所以又導致我又更晚睡覺 然後其實我們等一下呢 是要去記錄Mindy她八堂的重訓課 今天終於要上完了 就是最後一堂課 想說我們也可以去開發一些新的咖啡廳 畢竟我們平常都是去兩光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們 很頻繁地在上海的日常的一天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之前 凱香KISS ME新的這個很細的眉筆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它 就我覺得它上色很均勻很好用 那我用色號是零四 就這支我大推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的眉筆 其實是Media 然後也是很細的 可是那一支我已經很久沒有用了 因為我後來一支很愛的是Benefit 他們家的眉霜 可是我重新使用到這支KISS ME之後 我就是每天都用它 又重新愛回眉筆 然後刷子很多 沒想到找不到眉筆刷 它在哪 來不及 所以今天眼妝非常簡單 就只畫了眼線跟睫毛膏 然後不可或缺的就是腮紅 然後我今天要用這個腮紅 是Judy Doll的06號 然後其實Judy Doll是一個淘寶上的牌子 我最近在畫小紅書的時候呢 各大文章都會一直狂推說 最近超級流行什麼奶茶色 或是那種杏色 然後我就看有了十全大補 上面就推了一個杏色的 然後是Judy Doll06號 我就說天啊 也太美了吧 我超想買 然後我姐就說家裡應該有吧 然後後來我認真去翻了 還真的有 就之前買過 就如果大家在台灣要買彩妝 然後寄到台灣的話 好像不能寄一般的郵件 就你可能就要找私人景欲 然後寄特貨才寄得到台灣 就是有點麻煩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美 就是 那有看到嗎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顏色 而且Judy Doll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就如果大家買得到 我很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是我今天的妝容 非常簡單 然後要迅速出門 因為今天Mindy要去中訓 所以她應該是不用化妝 猜她現在已經在外面了 Good morning 我們家好亂喔 好 先給你 我要換衣服 Hello Hello 那上次不是還有人 就是回家很衝動說 欸我想再買食堂課 那我也想要解釋 是怕什麼風嗎 等一下下課 你就會接到 你就會接到她了 什麼意思 下課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也是可以 就是我也可以中訓的人 我可以再買課啊 然後呢 因為她就是想要買課 然後她一下課又去兩關 然後老闆就說 你確定 你八堂課上那麼痛苦 你還要再次買食堂 然後兩關老闆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 下次你姐姐說要買課 然後就阻止她 要不然她又每次很痛苦 然後在那邊一直 一直唸一隻唸說要去上課 然後一直上不完 被教練不知道 今天我們要側牌 真的假的 哇好尷尬喔 為什麼我覺得 妳的腳步很沉重 哈哈哈哈 妳這樣子 好尷尬 頂帶腳步 欸 都很沉啊 oh maybe 我要拍我的皮皮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妳的運動服是穿什麼 然後還有It's You的褲子 男性很好 妳要把腳踏到頭上嗎 可以 好煩 裡面就不用分享了吧 就是一般的T恤 可是妳裡面的運動上衣 妳就是之前淘寶買的 對 所以妳現在目前穿起來 就是怎麼樣 就OK啊 我有特別調過 有推嗎 推 它有這個造型 所以妳等一下重心是會穿上衣喔 對啊 喔 我現在重心又不在游泳 就是今天沒有那麼熱 如果真的沖到那樣會冷 所以等一下想要幫妳記錄哪一包 鷹子 如果會被人都會 特別是 喝喝喝喝喝 24分鐘有讓妳照我的嗎 妳剛剛不是說妳不太容易出汗嗎 現在它已經出到不行了 好的 我現在來做的是 瘴氣類別的測試 那我們就開始吧 各位 我現在已經做完我的測驗了 然後我得到 它是根據你哪一個英文數字得到最高分 來看 判斷你胃瘴氣的原因 那我的是G 小腸戲劇過渡滋生 就剛剛教練說 就是如果是這個的話就沒救了 而且我發現它最下面有一個是 碳水化合物不耐整 其實我原本有點想說會不會是這個 因為我覺得好像吃很多飯吃太多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是量太大 而不是說單純是因為碳水化合物 欸真的欸 這好準喔 這上面的敘述 它寫說 許多就像我這種類型 小腸細菌過渡生長型的腹脹患者 他們說他們抱怨腸子裡面有很多氣 然後會很痛苦 有時候腸氣的時候腹部會很撐 然後會一直放屁 我就很常放屁 然後還會伴隨著就是肚子會有咕嚕咕嚕的聲音 然後會感覺氣體在肚臍底下串動 然後放屁的氣味非常的臭 有患者形容說像毒氣 有時候我半夜我自己在那個 就棉被裡面放到 你不小心把頭撒到棉被 你就會一度會覺得自己快要 就是死掉了 太臭了 可是我想說真的會感覺到 就肚臍一下會咕嚕 就會感覺有很多小小泡 然後我們就會突然間成形成 然後突然間自己爆掉 蹦蹦蹦蹦蹦 OK 起車去吃飯囉 HELLO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我剛剛我們從那個健身房 來吃飯的地方 我們是騎車來的 然後我的車就是 因為一般就是你關鎖之後 它自己就會就是開始停止計費 然後我剛剛就是準備要支付的時候 發現它說我鎖沒關 然後這有可能是 如果你是關鎖之後 它沒有停止計費 你就要拍照 證明說你關鎖了 那我就還特地就是 已經到吃飯店 特地下要找回那台車 然後拍的時候同時 然後發現下面有一行小小的字 寫說 如果你已經離開車子了 你就不用特地回去拍 我一定回去 我覺得 很生氣 已經很餓了 還要走這一招 這裏面很生氣欸 都可以做欸對不對 哇 這裏面很生氣欸 這裏面也太大 這裏面也太大了吧 你看 像這個就是不能去很明顯吧 ok 這邊有可憐 要做no go ok no go 然後現在大家跟我go 大家跟我go ok 包場 謝謝 包場二樓 現在日本已經曬包場二樓 哇 那你說 我覺得今天會不會很冷 對啊 今天後來沒有很冷 你看 可以看到這些樹跟這些井 很愜意 我們現在整個包場二樓 我覺得很不錯 但其實我覺得來到現場之後 就我真正覺得 如果真的在冬天的話會太冷 就是在冬天沒有辦法坐戶外去 就是你沒有辦法坐這一盤 你可能坐裡面還會有一些暖爐 可是這邊真的就是 就是外面就是街道 沒有 我覺得這裡面超大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服務生 他要幫你送咖啡很辛苦 因為他要找你人到底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們的服務生可能都是小夥子 可能就是瘋火輪菜 伸手比較矯健 wow 因為我們一直被兩罐老闆說 我們沒有評鑑咖啡的能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咖啡就是我自己喝 我覺得 你要給什麼評鑑 我覺得很普欸 就我覺得如果不是在這個場景的話 你覺得比City咖啡好喝嗎 完了我們要變他們家店的黑名單 不是因為其實他們家還有很多其他飲品 是做成比較fancy的 家有水果 所以喝起來是有各種味道 但我就很怕採雷 所以就點了拿鐵 但我就覺得就是 就如果我來這家店就是為了這個 VIV 我也是為了 你有看到這杯子拿下來還有一些小小的 喔這個還蠻加分的 但如果我的拿鐵做起來味道是這樣 我的確會想要花心思在更多地方 我現在演繹的是一個上海女靈 她穿越時空到我的身體 你們看這個超可愛的 可以沒事的話可以有色鉛筆 然後你可以自己畫畫 有空白的 這是打發時間 如果再小孩來的話小孩也不會無聊 欸媽媽妳願意入境嗎 不要 反正媽媽已經晚上跟我們相見了 然後大家還記得我們的蝸牛睡眠嗎 所以我們年輕人的蝸牛睡眠的分數都超低 大概五六十分左右 我媽一來馬上給我看她的分數 就是她每一天基本上是九十分以上 然後剩下有九十九分 最低分的這個 最低分是七十五嗎 七十五分還有熟睡四十四 給大家看 欸有啊有六十七分的 可是平均都非常的高 那是很晚睡 那是兩點才睡的 你看 那她正常的都是 沒有她正常的都是 她平均應該是九十四 正常的都是九十五就是意外 對 九二九五 八七 九二 九二 九七九九 加將近滿分 對很慘 九七 九七 這是兩光老闆的 你幾歲啊三十 三十 三十歲 你的熟睡得很細 六十九分 他沒有熟睡很粗 六九 五十四 也太低了吧 哎唷不及格喔 她每天都在及格的邊緣 欸我都有差不多 還有五十七 五十八 六十一 三十七在幹嘛 太扯了啦 因為昨天回家之後就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就是累到沒有時間洗頭 所以就有戴帽子跟大家見面 然後Daniel Wellington就是黑舞的時候有打折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蠻多支他們家的手錶 我大學的時候就曾經公入了我第一支Daniel Wellington 可是是皮的 因為他們家其實最開始皮的 可是最近就新出了他們家Iconic Link 金屬錶帶 其實他是讓我們自己選 然後我們就選了一支銀色的錶帶 然後配黑色鏡面 然後是比較小圈的 這是28mm的 我手腕非常的窄 所以其實他們家大鏡面 一般大家戴的大鏡面 我戴上去差不多就看不到錶帶了 就是整個表面 所以像這個的話 如果你跟我一樣女生就蠻適合可以選這種小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覺得銀色如果配白色的鏡面 就會感覺比較正式 可是黑色就覺得 白天晚上帶都很合適 對 然後另外一個金屬我們選的就是金色的 然後金色的表面就選比較大 是32mm 因為我自己喜歡表面稍微大一點的 現在目前手邊的手錶就都是皮製的 所以我這次才會特別想要選他們家新的這個系列 這種金屬錶帶你只能調到一個最客製化的大小 可是我的手腕大小跟我姐姐又落差很大 所以我就說那這支可以調成我的大小嗎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款式覺得很美 那我就兩個戴起來給大家看對比的大小 就是銀色這個是28 金色的是32 就我覺得28就是感覺是更有氣質一點 因為比較小表面 然後32就稍微比較有個性 然後因為他們家其實最有名是皮質皮革的 那我之前也有一個小的也是28 但我是咖啡色錶帶的 然後這次又選了一個黑色錶帶的 就覺得這個大小是最適合我 然後我覺得皮質的配衣服最好配 那因為這種皮質的相較於這個新款來說 它是比較輕的 那我們這次除了這三隻手錶之外 我們還選了其他的飾品 因為後來他們家就有出手環 然後這次最近也出了新的戒指 它就是金色然後前面是白色的 這種對我來說其實是比較大 但是我的手就比較小 但如果是像Lian 她就正常女生的話是可以戴的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這次選了戒指 對但是我跟Lian的手指頭是不一樣粗的 然後這次選的是她的手指頭 因為我想說如果選我太小 她一定是不能戴 但是就是我戴起來就是 有點搭 就是連大五哥都太搭 就是大五哥都是鬆的 可是我戴就剛好 但是她戴就是剛好 對阿 因為我兩個有字是寫的 Wallington可是很不明顯 所以就很低調 可是我後來覺得這兩個 把銀色跟金色搭在一起很好看耶 這樣搭 接下來我們還選了一個是金色 然後是粉紅色的搭配 有點像剛剛跟大家分享過那個 手環的樣式 很溫柔的感覺 它是比較粗一點的 跟這個銀色跟金色的相比 對 在那Wallington的黑舞的活動裡 快速講錯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反正這次呢 只要是你購買正價的手錶 你就可以任意選購搭配他們家的飾品 有錶帶、手環或者是戒指 就等於你買正價的手錶就售飾品 它不是固定一款 就你可以自己挑 嗯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它有部分款式是直接打五折 所以非常的划算 那最重要的是 在11月25號到12月2號 這個黑舞期間呢 你在結帳的時候 輸入折扣碼 insight 就可以在結帳金額再打85折 然後就恭喜Mindy 終於完成了他八次的重訓課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